哈囉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我們現在來談一下一條禮包要怎麼買 我目前還沒有花錢 因為我想要用無為客的角度來體驗遊戲看看 看看如果說沒有花錢的話是不是會影響到遊戲體驗 那我目前玩了三天 我個人覺得沒有花錢的話也是可以玩得蠻開心的 在通關主線上也不會有影響 只是說我們在打一些BOSS的時候 需要特別的去走位去磨他的血才可以通關 但是呢有些朋友可能不想要花那麼多時間去魔王的血 就是想要改善遊戲體驗 那你或許就可以考慮買一條禮包 那你在遊戲體驗上會改善一些些 玩了會更開心 那怎麼買 點右上角的商城這邊 有個推薦 推薦右手邊呢 這邊有李格瑞的史詩時裝STEP UP階段 跟露娜的史詩經典STEP UP階段 這兩個呢就是一條禮包了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第一個需要花1500鑽來買兩個偉大的時裝召喚券 那階段二的話呢 需要買兩次1000塊錢啊 可以取得800鑽跟三個偉大的時裝召喚券11抽 那階段三的話呢 需要買兩次 就是花5000塊錢 那你可以取得總共4000鑽 買兩次花4000鑽嘛 然後還有16個偉大的時裝召喚券11抽 然後階段四的話呢 你就是會保底拿到史詩時裝召喚券 就是一定會拿到啦 你要點開來看 有沒有看到 他這些全部都是紫色的 那紫色時裝呢 他除了可以增加這個攻擊速度以外 有些時裝甚至還可以提供額外的技能效果 還非常的棒 還算非常的棒 然後待會也可以來看一下 那些比較特別的一些紫色時裝 好 那這個是露娜的時事精靈階段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的齁 一開始需要花1500鑽 來買兩個偉大的技能召喚券11抽 那階段二的話呢 你需要總共花2000塊錢 去買總共1600鑽 還有總共6個偉大的技能召喚券11抽 那階段三的話呢 你需要花5000塊錢去買總共4000鑽 還有總共16個偉大的技能召喚券11抽 那階段四的話呢 就是只要花100鑽買這個時事精靈召喚券 一定是紫色的 那紫色的精靈的話呢 它可以增加你的負重 然後也可以增加你經驗值取得量 所以在練功上會比比人還要快很多 好那一開始的時候 還是不是需要花1500鑽來買 那這個1500鑽怎麼來呢 我們在這邊啊 可以先買這個上市派對禮包 1000塊錢 它可以買1600鑽 然後還可以獲得 這個時裝召喚券11抽 跟精靈召喚券11抽 主要是把這個1600鑽拿作啟動基金啦 這個CP值算蠻好的 而且這邊有一個珍惜BOSS精髓選擇箱 這個精髓呢 可以用來做一些比較棒的藍武或是藍裝 還不錯啊 這個要打BOSS的 我們花個錢就可以買到了 那總共需要花多少錢 我們來算一下喔 如果兩個一條網都買的話呢 這個2000嘛 然後這個是5000 7000 7000加這個7000 等於14000 然後再加這個啟動的1000塊錢 所以總共15000 花個15000 你就可以取得良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紫色時裝的部分 好紫色時裝呢 這個能力值比較高以外 好攻速啊 也比藍色的 好比藍色的高很多 那再來就是你看喔 像這個 好這個紫色的混沌浪人啊 他就有特別的技能 好這個是劍刃展開 如果說呢 你拿這個雙劍的話呢 他就可以啟動這個劍刃展開的技能 那這個是龍洗 這個是拿寶珠的一個技能 好這些是比較好的一個紫色時裝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精靈的部分 精靈的話呢 你看喔 我現在是帶羅刹 羅刹的話呢 是最大的承載重量加600 經驗值獲得加21% 那如果啊 我直接跳到紫色的 好這個負重的話 直接再多600 好原本的話呢 是600嘛 欸我數學不好算錯喔 好再多再多500 然後經驗值獲得呢 也在更高啊 好那你看喔 這個紫色的精靈啊 他增加的能力 真的也比較多一點點 而且甚至還會 好增加這些比較棒的效果 雖然說藍色的也是有啦 好但是 紫色所增加的能力 終究還是比較好的 好而且你在 跑步的時候呢 移動速度也會比較快 好也會比較快 所以呢 如果各位朋友你們不知道怎麼花的話 我去建議 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先 買那個一條龍蠟 好我覺得 至少 比較穩定 好就是比較不會 充滿很多不確定性 好花個15000 你就可以很開心的玩 好看蠻多人 你應該都有買保底的 好買一條龍的 好像這個玉米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哎呀看不出來 因為他是非公開狀態 他把他關起來了 好啊 比較低調啊 好來看一下歐元 歐元 他也把他關起來了 好來看一下樂樂好了 樂樂應該是個願 哇 怎麼大家都把他關起來了 怎麼那麼低調 來看一下雲彈風輕好了 他也關起來了耶 等一下我看一下誰公開的 撿到槍 撿到槍的話呢 他等級有顯示 所以代表他有公開 好有沒有看到 他就是 兩個一條龍 他都買了 所以他目前就雙子 我猜得啦 也有可能他是天選之人 他都隨便抽一抽就中了 但是如果呢 兩個一條龍都買的話呢 基本上來講 你就會變成這樣外觀 就是 你的時裝發紫 然後你的精靈也發紫 好吧 大概就是這樣 簡單的分享 那就祝福各位好朋友 遊戲玩得開心啦 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